柯文哲的爭議連環報 現在他的妻子陳佩琪也被爆出 在立保院附近物色1.2億的豪宅 而且現在傳出 當時有一位金主陪同陳佩琪一起看房子 而這位金主呢是原立建設的 對此呢原立建設發聲明駁斥 那柯文哲稍早也有最新的回應 讓你來聽 怎麼會這麼多謠言 那這部分有要澄清嗎 啊 等我們把仗整理啊 一次澄清吧 而現在呢 假帳的風波還沒有平息 黃先生被停權3年之後呢 傳出柯文哲要求黃先生辭立委 結果呢黃先生反問他為什麼要辭 對此呢 柯文哲則表示等到帳目問題 一次釐清之後再做澄清 一會兒的手提供 對此呢 對此呢